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竖琴在很多人印象当中是优美的乐器 在高雄县大社乡就有一位音乐老师 他因为喜欢竖琴不仅会演奏 更亲自研发制造出各式各样不同造型的竖琴 在高雄县的大社乡 有一位李武南老师是全台湾唯一有在制作竖琴的人 同时也是位竖琴演奏家 老师原来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学校一学 小提琴也教了十一年 因为最后看上竖琴这种艺气一见终结 所以就爱上他 爱上他以后就去学 一方面教小提琴 一方面又当竖琴先生 熬了几年以后 有所成就了 然后就开始推广 这些师傅跟着李武南老师从制作第一把竖琴 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研发了三年多 第一台才诞生 但诞生并不代表它是完美的 这中间又修正研发改进九年 到第四三年以后才开始渐渐的正常 李武南老师发明了各式各样的竖琴 有爱心的形状 有海豚的造型 李武南老师秉持着自己对竖琴的喜爱 努力在台湾推动这项文化 期望有越来越多人可以注意竖琴这个美妙的乐器 再来带您看点比较刺激的 如果您想要飙车 建议您不要在一般马路上飙 带您到高雄县桥头乡 去看看这个特别设计的赛车场 位于高雄县桥头乡的台唐赛车场 提供喜爱极速快感的车友 一个完善的安全场地 绝对的让喜爱赛车的你乐此不疲 就场地而言它属于比较简单一点的跑道 车手的话它这个安全装备 其实都要有 就是除了PE 牙练 然后全爪安全帽 手套 车学 这基本都要有的 除了引进意大理赛车之训练车准外 也有go-car 机车 汽车等 提供喜爱玩车朋友学习 并训练驾驶技巧 跑道设计各种S型 U型弯道 高速弯道 法夹弯道 汤匙弯道 直线加速跑道150米 提供车友们体验各种驾车乐趣 因为一般道路骑乘不可能让自己的车子做到很极限 甚至速度比较快 在场地骑乘比较安全 为提供最佳广阔视野 更建设超高看台 公关模型驶路线及学习赛车技术 并设有电脑测试 欢迎车友挑战自己 在适当的场地上享受飙车乐趣 不仅车手的安全比较有保障 也不会危害到一般用路人的权益 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校园公民记者的报道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和台湾十多所大专院校 共同成立了校园采访中心 可以互相分享公民报道的内容 新学习的开始 欢迎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